除了這些之外,我這邊再補充一個 有一個叫做基底項量的表示 我要再請教一下 這個基底 這個基底太重要了 證明你上大學的時候 你學到的東西 你是不是可以講這個叫基底 這個基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所謂的基底項量 其實大概就是這三個 它會寫I 所以 我這邊先把這些基底先 所以你稍微講清楚一點 你以後就比較 觀念會比較正確 什麼叫ICK呢? 所以看一下 我們早期,我這樣講 我們那個 我高中的年代 沒有這樣做標法 我們那個年代起做標法是錯的 我不知道是我們老師比較計算 做標法是不對的 當然我們那時候被拖到 做標法寫比較快 比較有感覺 但是以前我們 被強迫一定要這樣寫 要AX I 加上怎麼樣 AY J 甚至咧 如果三度空間 我這邊寫一下 這無所謂 我們不會真的讓你三度空 其實也還好 多轉一次咧 好,那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就等於 沒有明白 所以說聲音這邊有一個有意思的標 就是說它怎麼樣 我的I 其實我可以用錯標法 它就等於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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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X方向的單位向量 這是Y方向的 這是Z方向的單位向量 三個周圍 這個有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你真的在處理一些比較複雜的時候 的問題是其實 要用基底向 你用坐標卡其實就會出現的問題 尤其是到一些 複數空間的時候 你沒辦法用那個 到時候這邊還會有些阿樣 因為我們現在在處理這種 用的那個 那個量子V型 量V型在處理的話 它其實是複數相連的空間 那就更抽相連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東西 好 那只是這個我要提醒 這個東西符號上面沒有很統一 我們在高中 我看很多教會說 像我們講的樣子 像是用這個符號 IJK 也有 那比如說上來學名可能還會看來有寫這樣 X Y Z 也有 那這幾組 這幾組 表示 我個人是比較建議你用這個 這個 這個 為什麼 因為 IJK 大家習慣 好 那我們在高中 畫成的項量我覺得不好 因為 照上來要顯得這個CAM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代報 這個念做CAM 好 那這什麼意思 這個其實就是有 單位相認的概念在這裡 好 所以 比方說我這邊 順便 說明就是那個 這邊還有一個叫做 報徹業 這邊有講到 但他這樣講的沒有很 很有細謀 我這邊 我們怎麼一起講一下 你看二字類的最商量 這邊有一個叫單位相量 那這單位相量來其實我 我今天把他寫的那個叫做 Normalization 我們寫下 這個叫 這個叫規化 我們把他 我們 你到大 你到上大學的時候 你會看到 的名字 比較常見 有一個名字叫 規化 Normalize OK 所以 我們有 有些書 比較常 這個翻譯還 很多啦 比如叫什麼 什麼什麼 腰症 只能規 有些 每個早期 因為沒有同一碼 每個教授 他直接想出一套 他的翻譯的方式 但是我看到 比較常見是規 那什麼叫規 就是把它大小 把它變成一 好 那我要講就是 你看老師這邊下一個 有一次的符號 這兩個符號不一樣 背後進一個 向量 好 寫成這樣 好 那這樣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樣代表 這個 這個向量 是一個大小 等於一的向量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他跟A向量 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的 他是等於 你要怎麼把一個 A向量 變成 Acam 好 怎麼做 很緊張啦 就是把這個向量 出於他的什麼 出於他的量子 這樣可以嗎 沒有問題 就這樣 好 所以說出來 像以我剛剛的例子 好 比方說 好 有個向量 4 這個例子比較簡單 比方說 這個向量是4跟3 好 4 3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我就處理到 其他大小的 等於 5 這樣可以嗎 所以算不算這個 單位向 這個Acam 就變成了 我覺得這樣可以 就等於 5分之4 5分之3 這樣可以嗎 那這什麼意思 這個代表 這個向量 它跟A向量 指向同一個方向 這樣可以嗎 但是他的大小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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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那有同學在 那前兩天有在問 一般學員在問說 老師我算是幹嘛 好 你現在用這個 還沒用到 它稍微用到 稍微你如果再 比方說 比較快會用到 就是像我們在處理那個 切線加速 跟法庭加速 那個時候 一般高中不會出到 那麼複雜 可是有時候角度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高中在出 大部分都出那種 角度很漂亮 那如果角度不漂亮 你就要用到內積 而且你用內積 你要用到 跟單位相當的內積 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個先 知道一下 好 那這樣我們就大概 你就對這個向量的一些 表示的方式 大概有一點基本的概念 好 那現在重點來了 我們就要教你所謂的 呃 向量的 加減程度 好 那 這邊我順便再講一下 因為這個 好像這個 我們就把它 以這個來講 那我也可以把它寫成怎麼樣 這樣 以基底向量的 這邊 阿4 阿4 阿3 這樣 這樣 那有時候 有時候 你會覺得比較 比較不習慣這樣 比如說基底向量的表示吧 他會 好 比方說V向量 得到 2 好 這是什麼意思 好 因為通常 0都不會寫 他這個就是 0 2 3 0 這樣幹嘛 有問題 OK好 就這樣 那 OK好 那你就是 你看我一直用不同的方式寫給你看 這個 就等於這個 那你就畫 我就點一畫 每邊都做不要 那我要提醒 這個本來就是很重要 就有一些人說 那你幹嘛這樣搞 因為 我告訴你喔 你在科學上本來 任何一個 概念 你就要學會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 去呈現 那 不同的呈現方式有不同的好處 好 那 我講的就是現實員 就考試的時候 他有時候 他有時候 你要基底下考試法才能算 有時候你要做主法才能算 好 那這些都是 你要有的概念 好